很高兴,我们又回到Python程式语言设计的课程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Python指令介绍与应用的 Freezen Set不可变的集合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跟大家介绍过所谓的 Tuple Set List 但是之间种种相对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将来介绍在Python提供了 一个叫做不可变的集合 叫Python Set的一个数据结构 看上去不重要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介绍 Freezen Set来创建一个所谓的 资料结构的一个Data Set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Python 3.4的一个文献参考资料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我有提供的 在这个地方对所谓的SET集合的一个资料结构 在Freezen Set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描述 OK,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的网页 里面有提供很多的内容 好,我们回到所谓的这个地方来 所以在Freezen Set里面对于所谓的Tuple 还有List之间的关系 在所谓的集合里面 Python提供了一个叫做不可变的一个集合 叫Python Set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我们将会使用Python Set这个Bullings函数 来去做一些的解释 那在Python Set里面的Function 可以,它是一个Class 你对Class不了解没有关系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有一个章节 专门来介绍Class 它是一个Utriple可以做一个替代循环的 好像是所谓的List Dictionary跟Tuple等等 那它做一个Return的一个Value 就是一个返回值 那如果返回是一个新的Freezen的一个对象 如果它没有提供任何的参数 它会被默认是一个所谓的Empty的Set 就是所谓的一个空集合 这个太空洞了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的一个运作 这样就了解了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 一个不可变的一个集合 那我们可以用A等于Freezen Set Range 1到10 也就是在1到0到9部分 我们有10个点 我们来生成一个所谓的一个A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顺便来看一下A集合 所以在Freezen Set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集合 还记得哈 这个集合是0到9 但是它是一个括号 括号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Set Set里面有一个大集合 但是我们还记得上一节课 所讲Set里面是一个整数整数 在集合里面用Comma 这个就是一个集合 但是集合里面又加了一个中括号 就用这个括号 所以这是Princess OK,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B等于Princess Range node 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B就是一个Princess 它就把所谓的RUNOOB 一个一个的Element 我可以去做一个分割 那你一定要问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假设S是一个Freezen Set 里面有一个List 然后里面有这个集合 那我们执行一下 它就是一个Freezen Set 好,我们创建了一个Freezen Set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 好,假设我们有一个A等于一个RUNOB OK,RUNOOB 我们执行一下它是一个字串 然后我们放到Freezen Set 里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Princess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B Type B就是这个 好,那我们在B看里面它变成什么 这个字串就变成是一个集合 R把切开来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资料结构 它是一个Freezen Set 好,那假设这是一个S 是一个字串 OK,它是一个字串 S 是一个字串 好,它的字串就是Freezen Set 1,2,3,4 那它 它是一个集合 所以它把所谓的E 全部没有了 OK 好,在这边是一个列表 我们透过Prizen Set 它就变成是一个集合了 好,但是E重复型的东西这边也还记得 那它的Type 它的资料结构是Prizen Set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TOP 假设这是一个TOP还记得吧 TOP就是一个这个关号 OK,那我们去把这个TOP 在Prizen Set里面放进来 它就是一个Prizen Set 刚才我们把List转换平成所谓Prizen Set 那在这个地方就变成F Set 变成Prizen Set 那Prizen Set is 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是什么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空集合 因为这边有所谓的AEIOU AEIOU 它把一个转换,把这个所谓的TOP 转换变成所谓的Prizen Set的一个 集合 然后Prizen是一个空集合 它就是一个空集合 OK,也就是说 在所谓的TOP 在所谓的List 透过Prizen Set以后 它变成是一个集合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Renton Dictionary 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 这是一个字典 一个大括号里面有一个 Key跟Value Name等于Jong H.23 性别等于 所谓的Mail OK,我们来把它变成是 Prizen一个资料的一个结构转换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Prizen Set 把这个所谓的字典 转换变成所谓的Prizen Set 就这个样子 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你的想说为什么要做Prizen Set 它跟字典跟集合最不一样的东西是 不可变的集合在一个创建以后是不可以再改变的 那不可以改变的集合主要是来去做字典的一个所谓的 键就是Key 那如果用一个字典来记录两个城市的纪律,我们用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那就会了解说为什么要Prizen Set 好,我们在刚才上面已经把所谓的Tuple,所谓的Dictionary字典 还有所谓的List 透过Prizen Set可以把它转换过来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假设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字典模式 那我们把所谓的Los Angeles跟New York变成是一个Prizen Set的City pair 那再把City pair去给它一个Key 是2498然后我们再去定义了三个 全部都是Prizen Set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执行一下就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Prizen Set里面的Los Angeles,New York,Arsting 这些定义出来的一个Key和Malue 好,这样就已经定义完毕了 这样就了解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隨機random dictionary 假設person是name,john,h23 所謂的剛才在上面所看到這個樣的意義性別 這時候我們把它做一個prism set 他就被定義所謂prism set 是一個性別 年齡跟name 這是一個不可以改變的 這時候我們去把所謂的new year 跟alsting 德州這個alsting叫出來 他就是被定義出來1515 好,new year跟alsting 紐約跟所謂的alsting 就是1515 是無法再去改變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之前的結果 在所謂的這個地方 這邊的紐約 alsting alsting new york 他是115 當他被定義在prism set的時候 他出來都是EU 對不對 都是alsting new york alsting 不管你的順序之間的改變 alsting放前面或new year 放在前面 他都是出現EU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設這剛才我們所在前面這個所定義出來的這個 我們來質疑一下 在這個字典裡面所對應出來的 Nan對焦 HD23 所謂的性別 對這個東西來看 所以他告訴我們 到prism set裡面以後 不 不sex 不是那個所謂的性別年齡跟名字 他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經過分set以後 集合是不分順序的 不同的順序 不會因為你所改變 他的順序 而改變他的結果 OK 不會因為你的 key值改變他的順序 而影響他的結果 像這個所謂的 你看 alsting跟new year new year跟alsting OK 在這個順序上面的改變 不會改變他的value這個值 這樣就清楚了吧 我們只要把所謂的key值 freezen住了 就不會改變了 好,那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他跟大家介紹了所謂的prism set OK 在資料結構裡面 的一種使用方法 好,那在今天的課程 可以到我們的網頁下面去下載 今天的程式辦理 自己做一下所謂的改變 可以改變一些參數 那因為今天的比較所謂的理論化一點 大家可以在程式裡面去修改這些的參數 就能夠更完全的理解他了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